《創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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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地方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的主題是創業經營 創業經營這個方面的事情 因此我大概就先把這個問題講一下 那這裡中國商業中心 剛才中衛是做什麼CHAN的 生產業是一個機構 就是怎麼樣幫公司把所有的經營管理做好 那我們這裡做最多的 以我們創業來講大概是以創新系統 創新的策略怎麼去做法 創公司的創業設計怎麼做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研發管理 專業管理股本怎麼去把專業做好 今天還是整個這個服務設計 就是設計站 剛才老師也特別提到 以後台灣非常多的服務設計都產生出來 那這個服務設計跟我們外國商品設計 是完全不一樣 它有成做法 像剛才我們提到的這些東西都完全不同 另外很重要是剛才老師提到的 必須要商業股市才賺錢 那我們就把這個人一直也在一起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為什麼會去做創新這個事情 其實大概來講的話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會遇到產品開發跟轉型升級的問題 那每個公司都會遇到什麼 成長的極限 也就是說事實上你不管用各種的創新方法 擺力的做法以後 你會發現一段時間以後 你公司的成長狀況就沒有了 那沒有了怎麼辦 那當然我們必須要做轉型升級 那轉型升級裡面呢 在Christensen他講說 大概我們分了三個車位來看他 第一個就是我們談的破壞這創新 就是marketing creation 那這個是最好的 也就是說 假設你的公司 像我們講說新創或輕創 他大概都在做marketing innovation的事 就做明別人沒有很 那這個部分做了以後 會有種恆重效果 就產生很大的就業率 所以為什麼政府開談這個 創新為經濟來增加 創新創業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當你把產品做出來以後 我們會做很多supending innovation 就是說 怎麼讓產品講 cost down 或是功能增加 等等這些部分 那這些東西做上去以後 對公司來講 最主要成長什麼東西 價值的形成 我可以很快的回收回來 然後到最後呢 整個產品到最後一個週期 也是台灣最厲害的 就是investancy innovation 就是什麼 去做效果創新 就是說我們流程的改善 製程的改善等等 去做這些創新來做的事情 那這幾個創新 在一個公司如果有很多循環的話 那不得了 你的公司的成長 就能夠一直往上飛上去 那這個在瑞士丁的裡面 特別提到這樣子的一個創新循環 那我們一般在看創新是什麼 創新跟創意非常大的差異 對不對 我們在學校裡面學創意很多 創意就是可以Thema形容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創新這件事 對不起 它必須create value 這是創新跟創意的最大的不同 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這個所謂的something是指什麼 可能是你的產品不一樣 service不一樣 或是你的code 就是技術的不同 另外一個是什麼 很重要的CPV 就是你吸引顧客來難以的 像副業就非常重視這個CPV的產生 那這個是我們在談創意的過程中 那最重的目的在做什麼是 當然是你有比較高的議論 或是比較高的Rammy 這個是我們在談創新的一個核心 那接下來有個地方就是 他也告訴我們說 現在是在變的 以前我們都在談什麼 顧客鑰匙的功能 對不起 現在要談的是 顧客拿higher原產品 顧用你的產品來拒絕什麼事 這是完全一個思維非常大的改變 請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 顧客需求改成叫Juctum Down的概念 就是說 顧客買你的產品 或是用你的這些服務 到底要完成什麼事 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 早上八點鐘、七點鐘 賣湯老跟十點鐘 賣湯老 賣的顧客也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但他還是賣湯老 也就是說你的公司 你的服務在不同的時間 可以因為提供的服務不同 給什麼不同的時間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就是 需求是誰的時間在變動 還有一個重要是 現在的敵人都不是你的 原來的行業的人 計程車的司機 怎麼會想到 他的競爭對手是UFO 開品館的怎麼會想到 他的競爭對手是Airbnb 所以就是說 剛才我們談到科技創新 或是一些商業模式創新 會顛覆原來的產業 而且那個產業幾乎無法生存 以前在那個 我們在紐約的時候 那個計程車牌 一張牌可以養一個大學生 現在一張牌幾乎沒有價 價價值了 為什麼 因為被那個什麼 Uber給打敗掉了 那Uber說打敗計程車世界 他還打敗誰呢 他的產值 高達660億美元 那這樣的產值 幾乎是美國三大 侵略公司的重量 還要再更大 所以這個就是說你看看 一家居然沒有任何資產的公司 居然他的產物高到這種地步 那你就知道 創新跟商業模式結合的力量 有多麼大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來看看這個時間的改變 就是說 以前的競爭的話 大概都是在這個產業的思維 定位啊 市占域啊 等等這些東西 現在也會要把這個思維再改變一起來 因為順此萬分過的當中 我們在意的是什麼 怎麼樣去做潛在機會的戰略 那天昨天在跟在那個 Fremark的時候 那個有個處長 那個部長跟我講 我們現在很詐異什麼 PU 我說奇怪 我們不是講TA嗎 怎麼會講PU 他說我們在這個 Potential 什麼 User 也就是說 你們怎麼去挖那些 本來在你那邊買 或不來買這些人 原來貼它很清楚 統一也很清楚 Penmark也很清楚 但是PU 對不對 不會很清楚 那你怎麼去做這樣 這個用來講 就是行為各種不同 我們在講 商店 我們發現 老人家到 這個就隨著年 年紀的增長 到什麼 便利店的次數會變低 那原因 並不是他不能用便利店 是因為便利店所提供的服務 不是他要的 那如果你便利店 能夠提供他一樣的服務 我們那些人會不再去 這就是屁股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們是行為的概念 等等這些東西做 所以 我們在顧客中間中的 這個代辦的 有價值理大理 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們的整個作為 就是停在下圍期 而變相點下向的期 所以這個是 一個產業的改變 跟整個作業改變 很大部分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在 梁小師太平常 主在心理的部分 也就是說 從需求開始 就是顧客需要什麼 但是這時候 你要想到一件事 你的組織跟技術 科技能不能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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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建議的組織跟技術 接下來是運動過程 這三個核心 我們還是要成功商品 這也是我們在做 所有跟廠商在談 總體開發產品 或開發服務的當中 最重要的核心思想 除了你要知道 庫克要你以外 你的公司能辦得到 庫克想要當作 你公司也辦得到 非常多行為在這裡 例如說 現在我們講的 數位行銷很流行 網路賣都很流行 我們就服務 居住到一家傳統的 台灣的化妝物圖廠 他們產品做得非常好 他們想做電子行銷 問題是看公司 沒有這樣人才 對不對 那怎麼辦 總是最後的事情 可是他也知道 電子行銷是他們以後的 一個最好的目的 那這個點 我們也提到 我們在創新之路 會遇到三個GAP 一個就是技術的GAP 死亡之五 大家也清楚 另外一個是商品化的GAP 我剛才提到的 可能是整個製造的問題 良品的問題 可能是資金的問題 接下來是一個 傑伯仁和我們 市場擴大化的問題 那所以 創新的人 事實上來講 很多人在想主事 很多人自己在想這件事 我發現很多青雙人 都在想這件事 但是我一直都勸他們說 當你在做這事的時候 你想想看 你的市場賣給誰 現在很多還在做那個 那個什麼 電錶 就是那個 智慧電錶 可是呢 我就問那個同學說 請問你的智慧電錶 將來在哪裡用 給誰用 他再問我講 我的電錶功能多好 他可以分時紀錄 他可以無限傳輸 我再問他一次 請問一下 你的電錶這樣又在哪裡 打不出來 那這樣子的一個創新 創新方法來講 就是以技術為何 去做創新的東西 但是你並沒有想到 市場是誰 各位台灣來來講 除了台灣可以去買電子 還有誰可以買 所以這個思維 就是要請同學去改變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提到的 創新的流程 我們去從機位探水 使用者研究發展 發展創新商品 到商業流程序 到測試驗證 這個流程序 我們稱為SIGVIS 是CPC 在綜合了幾個學門學派以後 我們派得去做輔導的一個系統 這裡面來講 最重要的是 各位後面也叫測試驗證 各位為什麼要談這個事情 所有的創新事實上 都是什麼PLINEL 是一個什麼NVP的概念 怎麼樣跟ADGES 敏捷地放來就對了 最後一張投影片告訴各位 從帶完成的事項以後 你要知道 顧客為什麼滿有東西 接下來你組織跟流程 怎麼去做改變 還有怎麼去創造的意願 那這三個地方 都是你創新的來源 對不對 從Starbucks 賣咖啡的氛圍 到Nespresso 在賣什麼 咖啡交賣 對不對 到誰 到Nespresso 在賣什麼 一個重新新市場體驗 怎麼讓一個極限運動的人 都來喝我的東西 所以你看 你在那個pop店 在很多那個比較高鐵店裡 就買了到瑞布的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在群塘店的話 瑞布的價格跟什麼 紅油價格差了 滿油價格差了 大概將近三倍 可是你看它的成分是完全一樣的 對不對 可是你的感覺就完全不同 喝瑞布的好像是 很極限運動的 很潛進的 很 可是能喝滿那個人 好像真的 勞動 勞動 對不對 所以這樣告訴我們 在你做產品設計的時候 你必須去定義好這些部分 那以上呢 是 因為它需要我們做幾分鐘的這個 裡面的講解 那以上是我的說明 你今天都會感應 謝謝 謝謝 我想非常感謝梁老師 其實我沒有上過梁老師的課 我算是梁老師的土孫貝 我要叫事工 因為 梁老師在大中工學院的時候 我還沒念大學 那 後來 很多人其實已經 一直都 大部分 國內學術界的人 都以為我是管理學界的 其實 我是一直念到 碩士都念工業設計 然後 後來呢 才轉念管理 那 在過去 大概 二十一年的時間裡面 我是在 比較偏重在 管理這個領域 那所以 我不曉得梁老師 從哪裡知道我 然後又把我挖出來 那 剛剛 蘆鞋裡 給我們非常完整的一個 系統性的架構在這個地方 那 我想用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我常常覺得很惡玩 就是 每一次我離開一個領域的時候 那個領域就爆紅 那 我離開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爆紅 那 這幾年的 工業設計 這個 變成是一個顯學 任何的人 從事創新都要掛上 跟設計有關的事情 那 台大也開了設計學院 很多學校 我 我今年從 國立大學退學 我到馮甲去 馮甲校長找我 說 你要不要來 弄D school 剛剛 聽梁老師的講話 我應該拒絕他 對不對 因為D school沒有搞頭 不過 很有趣的是 我後來的工作裡面 有一段時間 我在經濟部的智慧局 智慧城安局 後來我再去讀博士 讀博士的時候 我 當然延續之前的工作 但是很有趣的是 後來的工作 我不斷的就 從 設計 然後到 智慧城安全 到創新 那 我有 比別的 教授更多的機會 能夠接觸到一些高科技 我過去三年 曾經 除了在中衛的工作以外 我也在科技部的一個單位 叫做國家實驗研究院 在做可能很多的朋友 剛剛碰到我 這個老長官 這個國研院 可能對很多人都不熟悉 但是呢 卻是資產國內 在這個 自然科學領域的一個 研究的基礎 的一些核心設施 那 我算是非常少數能夠從 比較 人文社會 或者從設計的領域 去接觸到這些 最頂尖的科學家的人 所以我 回過頭去 我去看 我常常在回想 我為什麼要有這樣子的 一個優勢 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是當年 我在設計 讀工業設計的時候 所給我的一個 開闊的一個 一個非常系統性的 一個訓練 以至於說 我 甚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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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的老闆 進來大學的校長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 知識很高的人 他曾經在公開的場合裡面 稱取我的工作 那我就覺得很意外 因為事實上 他能夠 能夠 列入在他的核心名單裡面的人 是少之又少 我居然能夠被他這樣子看中 其實我 我必須要 持平而論 回過頭去 感謝當年 在工業設計的這個領域的訓練 所以 剛剛 陸協理好 我們談了很多的東西 有關於這個 大概一些方法論 或者說這個 幾個理論的整合 包含這個 Crossing Case 包含像 Kristensen所 所談的一些 disruption 這些在商學院裡面 管理學院裡面 談了很多的理論 可是這些理論呢 包含到最近的創客 這幾年的創客的運動 我今年五月份 有機會帶了一個團 到 到 去 去 其實 創客這個 這個風潮 不斷的在 啟動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怎麼又搞出一個 新的名詞來 我再去深入去了解 我想說 這不是我三十年前 就在念的工業設計嗎 這有什麼了不起呢 這些人好像把那個 入獲至寶 就是在一個 停滯的一個 經濟情勢當中 把他當作是一個最重要的 來救經濟成長的一個 限單 我覺得 好 沒什麼了不起 我三十年前 在念大學的時候 就是在念這些東西 念碩士班的時候 就是在念這些東西 動手做 把點子證明出來 那這個剛剛我們談到了一點點有趣的東西 包含這個 它不過就是縮短了整個的 開發的流程 把那個驗證 特別是跟市場的那個對話 能夠儘早的拉到前面去 而不是把整個 發辦走完之後再去檢討 到底消費者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好像對這些人來講是 如獲至跑 這個包含政策 那個 找我去國家實驗研究院的 現在在當教育部的政務次長 那這個 陳次長呢 當你找我去 他在台大做副校長的時候 就推動了這些D school 這些garage andu的garage 我想說 然後這個當我去 各位在旁邊看到這個 華山 有一個Fave Cafe 我進去看 哇Fave Cafe 聽起來很炫對不對 有很多充客空間 空間open出來 弄一個bench 然後旁邊加一台 咖啡機再加一個3D列印 就覺得說 我可以搞出什麼名堂來 我覺得這個 完全都搞錯了精神 搞錯了精神 大家正在學皮毛 看到好像 你去戲谷看到 哇這個 這個Maker Space 裡面有這些東西 Maker Movement 也有一些東西 可是事實上那個最 最重要的那一個 創造力 怎麼樣的結合到市場 這個 這個過程其實是我們所堅決的 所以我想 楊老師今天找我來 我很榮幸 很榮幸 那我也就不多在時間 剛剛這個路西亞里 跟我們講的蠻多 那非常特別的 今天我們找了一個最近 比較夯的一個題目 就是FinTech 在台灣叫做金融科技 在大陸叫做科技金融 那哪一個翻得比較好呢 大家自己心裡有數 因為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用語 跟台灣的用語 往往都是相反 我們講宵夜 他們講夜宵 那你去比對 很多的文字都是倒過來講的 那 是不是我們就 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詹老師 來跟我們從 這個資訊 從財務金融的角度 因為這個東西呢 它現在已經細眷整個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事情 它背後 我自己這幾年在工作 不同的工作崗位裡面 我有一個心得 實業家 都是在幫資本家打工的 最後其實所有的東西 還是回到資本主義的那個血脈裡面去 就是血液是什麼 血液就是資本 資本怎麼流動 會影響在表層的這一些 實業裡面 不管你從事創新 你從事製造 剛剛梁老師講到 OEM、ODM 不管你做什麼 那其實這個2008年 整個金融海嘯之後 就是因為金融的這個區段 整個鎖住了 鎖住之後呢 造成這些銷貨消不出去 停在那個地方 在整個排斷卡住的結果 就是倒戰 一直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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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後來首先就是 全球的這些央行聯手 執行 使得這個沒有釀成在 1930年代那樣子 再重蹈那個輻射 進入一個大小小的時期 但是事實上 全球經濟到現在 我們不曉得是不是 可能要留給石家 在50年後 100年後再合過頭來看 在2010年 這個10年 到底我們 是 是有在反轉嗎 那很多的時候 我們都在討論 到底是L型的 還是V型的 也有人講是W型的 看起來好像有點起色 可是又下去 所以我想我們從這個金融 那特別是現在這種 我不知道 我會講的blockchain 從這些最新的數位化的東西 來跟各位分享 分享以後 或許我們看看後面的時間 我今天要把時間留給兩位專家 然後我們做這樣的演算長 好 師傅 我們的熱淚掌聲給你 那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台美科技大學 資訊財經管理系 吳建文主任 那我們這個系 是四年前成立的 那我們這個系 成立的一個原因 一方面是 我們學校 以前最有名的 都是工程 所以我們校長 希望我們學校 有些財經來引進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 我們的校友 我們有很多優秀的校友 現在在電子業 資訊業 都很有影響力 他們很想找一些 財經的學力學妹 那我們台美科大學最好的傳統 就是我們的學長學姐 最愛我們的學弟學妹 所以我們的就業率 都是非常高 很多學長學姐 她都指定 要我們的學弟學妹 因此我們在四年前 那個草創一個這樣的系 那已經很高 很高興 經過了四年以後 剛好在去年十月 爆發了金融科技的熱潮 那我們這個系 非常受到矚目 那我們這個系 目前在科技大學裡面 我們是在全國三款類 排名全國第一的 那那個 所以也非常感 很榮幸感到這個 讓潮 那剛才 社總市長 有在那個 點明火要介紹一些 金融科技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是 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那我記得 我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老闆都跟我講 那個你要做研究 而且研究要比現在的基數 要多十五年以上 那個才做 那個才叫研究 所以我們研究都想 會做一些那個 天馬行空 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很高興的是 我們的研究 永遠跑在產業的前面 那到去年 金融科技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相當的 有趣 因為全世界都不知道 金融科技要做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一個概念 那大家都說 非常的重要 但是沒有人知道什麼做 那找論文的話 像剛才社總市長提的 區塊鏈的部分 其實區塊鏈也很 很少有它應用性方面的一些文章 所以這個是一個對我來講 一個非常好玩的時代 研究跟產業 它的距離幾乎是零 因為都沒有人知道什麼做 那我們也很希望在這邊 提對一些方法 那我們也觀察到很多人在講 剛才協理提的 創新創業 跟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是一個 很好的結合的一個方向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現金報告 是我觀察 過去在這幾個月 金融科技在台灣發展的一個情況 那就是說第一個 沒有人知道怎麼做 可是大家都覺得很重要 那要怎麼辦 所以各位就會看到 現在很多的銀行跟金融產業 他們分分舉辦各種金融比賽 他們邀請所有的年輕人 去參加金融比賽 而且總獎金 大概都得到100萬左右 前陣子我聽到台大跟大首領 他的總獎金是800萬 那大家都 尤其銀行界 他們出了很多錢 在辦這樣的比賽 其實100萬對銀行界來講 是非常小的一個投資金額 那但是銀行業很熱衷這樣的比賽 而且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他們都歡迎各個大順業校 年輕人去組隊 他們會給這些年輕人 非常好的訓練 通常會辦大概三天以上的工作坊 然後還會辦配克松 所謂配克松就是準備好吃的 讓他在裡面吃吃喝喝 所以學生都很希望參加 那更好的一件事 是這些隊伍都不希望有指導老師 所以我們這些老師都沒辦法參與 我們只能聽他們講 那後來我才理解到為什麼 因為銀行界他們指導 其實現在青年人 他們的消費力才是現在的主流 青年人到底在想什麼 才是未來會賣錢的方向 所以也呼應了剛才行李太祥 我們要了解一下 現在市場上面的一些需求 所以現在的銀行界 他們對他們來講 他們砸了小錢 然後他們希望聽到 年輕人在那邊自由發想 給他們一些訓練 不要老師 因為老師已經勞告狗 是上一代的 沒有價值 他們都是叫年輕人 所以呢 很多銀行都紛紛在訓練 這樣的年輕人 所以我們系上 我們的一個教育的方法 也變成說 我們非常鼓勵同學 去接受這樣的比賽 因為銀行會出錢 幫我們訓練他們 另外我們的授課方向 也漸漸 像設計思考 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我們希望年輕人 從他的一些idea 我們告訴他一些簡單的方法 像設計思考 像剛才今天有 有秀出來那三個圈 缺合在一起 就是顧客需要什麼 會不會賺錢 然後能不能做出來 然後我們把這些基本的影片 告訴他們 然後我們希望 他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能夠自己去激發一些想法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想法 才是未來最有用的 那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老師的角色 會變成說 去讀一些原始的技術資料 然後把它轉換成 年輕人懂得術語 所以像我現在 最近有在教區塊鏈 但是跟學生講區塊鏈的技術 因為我以前 念博士的時候 是念分三式計算的 所以我看到區塊鏈 我非常的興奮 二十年前 念的東西 居然現在有用了 二十年前 我在做那個研究的時候 老師說 我們的指導教師跟我講說 你要先去念五百天的論文 然後呢 五百天的論文 做完了以後 然後他在跟我講說 你念的那些論文都沒有用 因為大家都會用最簡單的 你念那個論文都很複雜 那很高興 二十年過去了以後 他居然變得真的 分三式計算 居然真的有產品出來 所以那個 我每次都跟學生講 我真的很希望 再年輕一次 再回到二十年 因為這個時代 真的是太精彩了 那我就把一些區塊鏈的 基本的 我去念一些 他的 基本的工作原理 但是我跟學生講的 就是說 區塊鏈到底是怎麼樣的應用 那你有沒有一些 新的想法 因為學生他沒有辦法 像我們過去念很多的論文 但是他的想法 就是確實 卻先要的 那譬如說 我會跟學生講 所謂的區塊鏈 就是一個很安全的資料庫 那他可以放 你認為最安全的東西 你就可以放在那裡面 那我就問同學 我所有的課 第一堂課 就問同學 假設你有一個保險庫 那個保險庫 非常的安全 安全到 你獨屑了 他都還在 你千秋萬事了 他都還在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東西 就叫做區塊鏈 他絕對保證他的安全 那我就請學生去想說 那個保險庫裡面 要放什麼 那學生就會有一些 很天馬行空的幻想 譬如說 有些學生 會放零食 那有些學生 要放屍體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是吃速列車 看太多了 你要把屍體放在那個 區塊鏈裡面 那有些學生 要把女朋友 放進去 我就跟他講說 你是太愛你的女朋友 還是那個很討厭你的女朋友 就會把你的那個女朋友鎖起來 那我會提的是 其實我也都在體會新的想法 我們只知道某些方向 那這些方向就是 梁老師的設計思考 還有當然協議 跟董事長 他們有提到的 那個一些 如何開發產品 然後要懂得市場的需求 然後呢 我們就希望他這些東西 跟同學講 然後呢 希望他們有一些創意 那當然董事長也講到 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們目前 那個 我們一直在想 如何達成這個 就是 動手做 那 因為動手做 才能讓學生 在今天 他學的 真的學得到 學到什麼 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時代 因為 在我們以前的時代 我們都在學講 你要會資訓技術 你要會電腦 你要會英文 但是今天我發現 其實資訓技術 譬如說 無線上網那些東西 其實對教育來講 都不如動手做 來的重要 所以基本上我們學校 我們有很多老師到美國 Benson College 去授訓 我們現在的目標 就是退出一些動手 實作的課程 所以我們在大學部 我們在今天有退出一個 微型創業的課 那這次 模仿美國 Benson College 我們收了大概 40個同學 然後呢 先分成10個一隊 然後呢 後來決選出兩隊 每隊各24人 然後我們校長 很慷慨的 每一隊都花5萬塊 讓他們去賺錢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些學生 利用那5萬塊 想破頭 要去賺錢 那那個 我們跟他講說 其實你賺的多 分數就比較高一點 那那個 而且好像5萬塊是給他 他如果賠了就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看到 這代的年輕人 還是真的很有希望 那個 我有跟同學講說 那個 其實你5萬塊去買吃的 我也不會知道 但是同學真的從一開始 他就很努力的要賺錢 有一組是在賣那個 台北特大特色的水平 結果他5萬塊給他 他回來的時候是8萬 他賺了3萬 一個學期 另外一個同學 也是 他是在做西瓜 另外一組他是在做西瓜吃 後來賠了2萬 我們校長後來很開心 他說賺了就全部給同學 然後我們在當中發現 我們其實是常識性 開這樣的課 可是我們發現在學生 在動手實作的時候 他在自己創業的時候 他發生很多的事情 譬如說他才發現西瓜是很難賺 西瓜會壞掉 然後賣水平 上課講說都是好的 其實壞掉一大堆 他們在實力當中 他們真正了解到做生意 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然後呢 他們在當中 他們為了賺錢 他們真的是 從期中考以後到期末 他們全部每天只在想兩個字 就是賺錢 他們非常努力是要賺錢 到期末的時候 第一名就是賺了3萬塊 他變了8萬塊了 但是第二名是西瓜是 他就賠了2萬 但是我就跟同學講 根據我的觀察 其實西瓜是那一對 他學到了更多 因為他一開始就賠了 所以他一直想從賠的當中再回來 然後到最後 他還是賠了2萬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精彩的人生經驗 你看到一群同學 他很努力 他的一群目標 他就是為了要賺錢 那我覺得 這些房客對他們的人生 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他們經歷了 什麼叫做創業 然後什麼叫做創業的虧欠 那什麼叫做 從創業的虧欠當中 他們想要回來 那這個對他們是一個 很好的人生經驗 所以我們今年也以教育的立場 我們會推出很多這樣的課 希望讓同學在到所做的當中 他們有很大的收穫 那我想說 這就是我一個報告 就是也很謝謝你 老師主持這樣一個 很有意義的活動 也謝謝董事堂跟協力 你的創新跟創業 尤其是校型的創業 其實對我們青龍科技的發展 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是開放的 大家問問題嗎 那在這個之前 因為後面有一些看起來 應該是同學們 我要鼓勵你們 就是不要自我設限 因為這個時代是在講 一個跨領域的一個時代 但是我也必須要提醒各位 要跨領域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你要專精一個領域 就已經不容易了 你還要從一個領域 再跨到另外一個領域 甚至你要專精兩個 甚至更多的領域 那你要講好多種語言 跟不同的人才能夠合作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需要借用在中國大陸 我覺得台灣在談工業4.0的時候 談得很抽象 在中國大陸 他講得很清楚 在這個中國製造2025裡面 他講到叫做二化融合 劉老師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工業化 因為今天我們這個活動是工種 那跟幾個單位一起合辦 我們這個場次是在談 所謂的創新設計與創業經驗 那這個時代要創業很容易 我曾經在這個沒有多久之前 我們邀請了這個阿里巴巴台灣的總經理 也是在台北科大 在另外那個光寶的內容裡面 我們辦了一個conference 他在分享創業如何容易 創業非常的容易 因為Internet在這個互聯網加之上 有很大的一個平台已經被加上了 他講了一個例子 美國有一個媽媽在紐約 有一個媽媽 她去做瑜伽 帶著她的小孩去做瑜伽 他就一直很困惑說 為什麼沒有一個為小朋友設計的瑜伽店 他就把這個request 丟到阿里巴巴的平台上 結果呢 就縮醒到在台灣的台南 有一家業者願意幫他打樣 甚至後來就鋪貨了 就這麼簡單 一個需求 加上有人幫他實現 他就創業了 這個紐約的媽媽 從來也沒有想到他會創業 但是呢 工業化怎麼跟這個 在大陸講的叫做信息化 就是我們講的資訊化 過去資訊可能是資訊工程 可能是資訊管理 可能是應用數學 可能是統計的事情 可是現在怎麼會跟 我們陳主任這邊的 對不起 吳主任 吳主任這邊的這個財經 合合在一起 這件事情 它事實上已經大大的顛覆 我們過去對一些行業的認知 或者是說我們所 從事創新的工作 所以 年輕的朋友 就是說 你要去知道 在未來這樣的一個工業的領域裡面 特別我都看到 硬體的價值越來越低 那你怎麼樣去結合更多的 這個Ecosystem 然後去做全面的創新 所以 創業容不容易 其實也很不容易 因為你要搞懂這麼多東西 那個紐約的媽媽 大家今天在阿里巴巴的平台 很容易做創業 可是事實上呢 因為現在資訊太透通了 很容易 你就可以掌握到 全世界各種的創新的資訊 所以你這邊有一個好的點子 如果你沒有一個 有效的一個過程的話 很容易你的點子就被你打Copy 如果它的速度比你快 它的規模比你大 很可能 你想了半天的東西 最後只為人作假 所以我想補充這一點點 就是 在這個工業化和信息化 或者是台灣講的資訊化上面 我們要花更多的力氣來 思考這樣子的一些創新的模式 那剛剛盧協力也談了 蠻多的這些架構 可以供大家做參考 好 有一點時間 是不是 我不知道在座 哪一位要提問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問題 想要請教三位 演員人跟兩位的主講人 那就是從現在台灣的競爭力 越來越薄弱 那我們如何透過這個 三創 所謂的創意 今天談的創業 創新還有一個創意 怎麼樣來透過這個三創 來提升我們的產業的競爭力 那這個是我們未來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我想就是請教 引言人的就是 您正在台灣的一個整合的立場 就是說整合我們產業的力量 從三創來請教您 那這個吳主任 您是教金融氣管 那我們產業很需要資金 很需要錢 怎麼樣去跟您 透過您的媒介 怎麼樣去叫脫寸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呢 是請教我們協力 那您在CPC 有這麼多輔導的經驗 那我們怎麼樣從您的經驗裡面 來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以上三個問題就叫三位 謝謝 我去輔導一些產業 我發現像不管是傳統也好 我們大概請你CPC角度 輔導的比較多都是傳統產業 高科技產業坦白講 它的資源量量多 應該都不太需要這個政府的 這個輔導的部分 那我們從傳統產業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提升它的競爭力 不外乎幾個 一個就是怎麼樣去找出 新的產品價值 例如說你來做玩具 那這個玩具部分 你有什麼樣新的 那個mystology 或是新的 這個你能夠吸引的地方 去改變它 那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怎麼去找到 一個新的不同定位 那如果說像我們在 在這個問題當中呢 可能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組織裡面 根本沒有這樣子的人 可以來support你 有些時候老闆創意非常多 可是他根本沒有辦法去 什麼這件事情 像我前一次遇到一個 他是做防偽的一個公司 他們的防偽標籤做得非常好 可是他問題是現在 這個防偽標籤的單價已經非常低了 那他怎麼去做一些轉型的部分 那這個公司就變成 像現在你們看到一個叫 叫防偽員 所以他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必須要跟新的科技 新的應用履歷結合以後 才能產生新的價值 那這個是在產業裡面 你遇到轉不轉型這件事情 你必須要進行突破的事 那這個是我看到 這個在書上會比較遇到的 那剛才你也提到 這個創意、創新、創業 這三個創在一起這個部分 其實在我們看來 在我們再以書來看的話 它其實讓所有的公司 第一件事情要有非常開放的創意環境 這也非常重要 然後老闆本身要去鼓勵創意、創新這件事 然後完了以後 我們才能過去做創意 才能去做創新這件事 把這idea變成 實務可以做的部分 那最後這實務可以做的部分 經過驗證以後 才能變成你公司的一個 經營的模式 那如果你這兩天 跟一個業界在談的話 他們說公司 大概透過創意發展 大概有一千個創意出來 然後經過整個驗證以後 真的會提出來 真的去做實驗的 大概只加一百個 然後這一百個 再經過在店面上去 真正落實以後 可以產生產品 大概只有三個 那也就是說 在這麼大量的創意的部分當中 變成創新的實驗 再變成真正能夠變成 bit model 大概 就這麼小小一點 那可是他們公司 因為這樣子的話 在整個部分當中 他們新產品的開發速度 就比面快 非常快 對面快 那以上是一點小分享 好 謝謝教授提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要創業或是公司 他們臨時沒有資金怎麼辦 那這個就是一個 有需求的地方 其實就是金融科技可以服務的地方 那我介紹一下 金融科技它其實有一個 還蠻重要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 目前很多銀行 它在提供戒險 在台灣其實戒險 只能跟銀行戒 其他都不適合法的 那在戒險的時候 銀行因為它有它經營成本 它要開分行 所以其實它基本上 它服務的都是大戶 所以只要銀行開分行 它服務的都是大戶 就能造成很多的小戶 小公司 它借險很難 那 尤其 其實很多台灣的中小企業 就算它很有錢 它臨時在掉頭寸 就是在工業業裡面 它常常有一些 就是應付帳款 造成這個執行很難 那 其實這樣就造成金融科技起來 金融科技專門在服務 原來沒有服務的 原來金融業沒有服務的地方 所以我們 其實這個理論長就有 就叫常委理論 就是 我們希望學生去思考的 就是說你的創意會來自哪裡 就是現在沒有的 那剛才教授提那個問題 就是一個現在沒有的 那所以其實是一個蠻好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成立一個 金融科技公司來解決 教授的需求 那現在已經有這樣的公司 這個就叫做P2P的支付 那在台灣跟美國 在美國跟大陸都非常的興盛 但是在台灣現在好像法律 譬如說年底會過 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會過 那P2P支付它有一個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說 譬如說如果我要借錢的話 我可能跟金融好友借而已 所以造成很難借 那P2P它就是利用網上 網路它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借錢的人 那很多需要錢的人 那這兩個推薦它可以做媒合 所以我如果上去這個網站的話 我說我要借多少錢 我可能它一次會給我幾千人 願意借我錢的 那這個就是P2P支付 那但是在大陸的P2P支付 但是在美國因為它的信任 它的基礎非常的好 他們有很多歷史的資料可以查詢 所以在美國P2P網站 其實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我想說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那個在金融科技的創新創業 這一條路上 只要你有需求 其實就是一個開公司很好的 一個創業很好的方向 謝謝 剛剛高雄問我這個 這個三創 坦白講我覺得三創很困難 那我引到過來講 等一下我分兩個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先講一個故事 我曾經在紀大 近南大學負責創造力 教學卓越的創造力的這個企劃 這個分享計劃 那有一年的這個 那個時候 蔣偉銘講部長 還沒有去當部長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中央大學的副校長 他來做評鑑委員 那簡報完了以後 他把我拉到旁邊去問我說 你覺得創造力可不可以培養 那我告訴他說 不能培養 原因是什麼 因為在台灣也好 在大陸 東亞的這樣的一些升學族裔之下 事實上 學生已經被訓練到 可以及時反應 尤其是在私立的中學 這樣訓練上來 他可能看題目還沒看完 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這種訓練 到了大學 然後要再施移一些創意的訓練 其實非常困難 很多的私校 把音樂系 音樂課 美術課拿掉 去補英文 補數學 補這種 過去認為是非常主流的一些課 結果到了大學 你考上了大學 然後再告訴你說 你當初沒有學的那些東西 現在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跟蔣部長講 我說 沒辦法怎樣 他說 那你為什麼還要申請創造力計畫 我說這個是當紅啊 所以 這是一個笑話 就是說現在的三創教育 不管從創意 創新到創業 我覺得 尤其是後面年輕的朋友 你們很小心聽老師 跟你們鼓勵的這些話 不要悶著頭 你要知道那是什麼 它的確非常重要 可是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適不適合做這樣的事情 你要小心去評估這樣的事 不要悶著頭 我最近常常在講一句話 叫做機會成本有一天會變成 對不起 尤其交易成本會變成你的機會成本 當你在年輕的歲月去創業的時候 今天 對不起 來拆台 你在年輕的歲月裡面 你創業了 結果呢 一絲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的時候 你已經三十幾歲了 再去找工作 你是沒有至少競爭率的 要小心這樣的事 所以你要了解 在創業背後的風險 你要了解創新、創意 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跟你的工作結合 怎麼樣 剛剛問到競爭率 是比較大的 產業的競爭率 我必須要跟後面年輕的朋友講說 你要了解 到底這個 跟你個人的競爭率有什麼關係 否則的話 你聽信這些 老師鼓勵 老師聽信教育部的政策領導 最後呢 可能你 你再回頭已經是很大的年紀了 要小心 我不是說不值得做 絕對值得做 這是全世界 所有的國家 包含台灣在內 我們現在努力 要去突破的東西 否則的話這個經濟 這個社會的條件 我們所擁有的資源 我們所控制的這些 跟我們現在外部環境上面的挑戰 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看到很多的綠檔 很多的這些東西 都會不會以為 如果你是設計學員 然後你不會以為 這個跟你沒有關係 都有關係 我剛剛講我自己的背景 經驗 其實設計的訓練 正是在這個時代當中 可以很好發揮 在做創新的工作 但是你要了解 那是怎麼一回事 接下來我想講第二個部分 有別於過去 剛剛500篇論文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老師就是先給你一個題目 叫你畫100個sketch 這種做法是錯的 可能大家會很意外 創新從哪裡開始 創新要從法規的界線在哪裡 紅線在哪裡開始 這是我最近非常非常深刻的一個體會 很多的不管在上學院裡面 哇 現在當紅都在講九宮格 講那個Ostowater那個九格 有沒有 那個只是一個創新的開始 那不是一個結束 你真正要去做三葉模式的創新 像我剛剛講的 阿里巴巴 剛剛吳昨天講到說 事實上受信了 他對於信用一個人 他不能借錢 現在阿里巴巴有非常非常堅準 他甚至在五分鐘之內 可以決定受信給你的額度 原因是大數據 他可以根據你過去在網上購買的行為 然後判斷你這個人的信用好不好 他已經不需要征信了 以前為什麼要借錢那麼久 因為你把件遞進去之後 他要到處去查這些資料 可是現在呢 既然阿里巴巴作為全世界最大的一個交易平台 他上面擁有所有在上面交易的人的那些信用資料 所以螞蟻金服在明年的第一季就要上市了 他背後所擁有的那種大數據 能夠快速的滿足消費者 可能我現在不需要大額 我可能借個 剛剛吳主任有講到 cloud funding這件事情 為什麼cloud funding 可以做 因為你的風險很低 一百個人要借錢給吳主任 每個人只借他三千塊而已 所以呢 我賠了就只賠三千塊 我賠了只賠三萬塊 所以呢 那個相對的意願會相對的變高 你對於一個金融受信 如果他借你三百萬 借你三千萬 借你三千億的時候 那他背後的那個受信的機制 就變成是非常非常嚴謹 必須要去查過你所有過去的記錄 可是現在這些小樓的這些金融支付 他背後所帶動的一些交易的智慧 所以其實在新的時代裡面 我們看到是一個end to end的一個狀況 從開始到最後 透過如果 blockchain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encryption 的一個技術 他穿透所有東西的時候 他可以知道所有貨函 假設你是B2B的 剛剛講的是B2C的 假設是B2B的話 同樣的你會貫穿在這裡面 其實在所有的銀行業務裡面 大家都想要做法人金融 銷金其實賺不了什麼錢 真正賺的是賺B2B的這個錢 可是呢 因為他的額度大 風險高 可是呢 未來如果在供應鏈金融裡面 我不曉得你們信長不開這個 應該有了吧 供應鏈金融裡面 事實上我對你所有的交易紀錄 假設我是中心廠 對不起 我賣一下中立發展中心 中心廠 那旁邊有100個衛星廠 那我過去的這些紀錄 我都可以知道說哪個信用好 哪個信用不好 那我透過這個 其實中信基的高階主管 早就在找我們躺這個東西 也就是透過這些體系的廠商中間 彼此之間的信用 外面的人看不到 可是呢 透過這個東西 他可以作為一個受信的依據 我講的比較遠一點 但是 我要跟各位表達的是 在這個沒有規則的一個時代 就是要靠年輕人去突破 顛覆 對不對 Distruption從他以來 絕對不會從台上這些人來 一定是從台下的 後排的那些人 那 沒有規則 你如果做出來 能夠搭建在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 scale上面的話 你就會成為規則 所以blockchain的厲害就是 剛剛講的 從畜生到死亡 甚至循環回來 我今天沒有時間講 最近講了很多的循環經濟 因為所有的 前兩天我聽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做瓶子的工廠 做這個水瓶的工廠的副總裁講 他們現在在中國大陸賣水 各位可能喝過泰山的水 他現在瓶蓋扭開之後 不會直接斷掉 他就是黏在上面 這是設計 這是包裝設計 你以前做包裝的 你是包裝組 打開之後 這裡面有一個QR Code 連在瓶子上面的話 它本身這個QR Code 是跟著這瓶水 它是一個全周期的一個身份證 你就可以實現循環經濟 從製造 因為它有很多的會造假 如果你放在瓶子上的話 會造假 它扭開之後 放在瓶蓋的裡面 而且它要接近這個瓶子 所以呢 這個身份證 隨著這一瓶水 全生命周期的 甚至到它循環 這是一個展新的時代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限制在哪裡 最重要的限制剛剛 其實金融就是這樣子 金融的限制條件最大的 就是在法規上面 體制上面 在互聯網的經濟裡面 其實中國大陸非常了不起 對不起 講一點比較敏感的東西 管制這麼嚴的一個地方 居然它的這個 線上的經濟 可以發展這麼快 中國大陸的線上的經濟 遠遠超過美國 遠遠超過美國 非常了不起的一個過程 所以要知道那個限制 Bundary Condition 在哪裡 這裡面很多都是法規跟體制 所以 對不起 我會把梁老師的這個題目 又過擴大了 現在我們所面對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 一個Institution Innovation 這個東西 不可能期待立法委員 去幫你做 就是各位 Uber衝進來之後 重新檢討 到底台灣的這些交通法規 到底還適不適用 落後30年 落後今年 好 我大概就講到這邊 因為創新有太寬廣的空間 可是 後面的同學們 你們要知道那個限制條件在哪裡 謝謝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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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